局長我想其實 在議會針對我們這個十二年國教有這樣的討論 我想對 不管對市民 對市政府 對教育局 對高雄市議會 其實都是有很正面的一個影響 我想把這個公開來 把它講清楚 讓所有高雄市 未來 包括說今年現在念國二的學生 還有未來的 我們高雄市的主人翁 這都很大的 都有很正面的效應 那我想 其實在討論這麼久 我想 陳議員他針對這個七項的部分 其實就像 就像剛剛吳憶政吳議員講 越多確實 越多的選擇是可以做到我們的各項 學生有多元的發展 我想這是選那麼多項的主 可能主要的一個目的 不過我想 剛剛局長自己也提到 你比到最後有可能會 真的會比到其他的項 那到底這個人數 就像你剛才講 可能圍乎其尾 那圍乎其尾是多尾 有沒有辦法說 以現有的狀況來做一個 做一個模擬還是怎樣 我想 其實家長擔心的就是你剛剛講的 那圍乎其尾的那些例子 到底圍乎其尾 而我的孩子會不會是在那裡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七項 這個跟外線是比有兩項的 我們是七項嘛對不對 這個確實就會帶來 無形中的一些恐慌 我相信這個你應該認同 我想 成員針對這個多元比序的部分 我想他的疑慮應該是 比到最後 有可能 你確實你選的四項拿馬分 那有能力或者是 欸還不錯的學生 他可能其他另外三項 也都做得不錯 那 如果比較不行的 他再比下去 家長會怎麼想 他當然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現在你說的 局長說的 90分 假設90分 同分的地方 到底有多少人要跟他比啊 那比的現況又是怎樣啊 其實這部分是不是 我想這個真的是 需要有一些統計的 有沒有辦法去做一些 統計的數字出來 就 因為其實這個整個計分的方式 跟我們以前入學的方式 我相信有很大的改變 這個要做 可能很困難 不過我想 依你們專業的能力 是不是有辦法去估算一下 這個我想 這個才是 陳琳娜陳議員 我認為啦 這個才是陳琳娜陳議員 他擔心的 家長會造成他恐慌的心態 要不然我相信 七項絕對是 多元 多元 讓大家多元發展的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選擇啦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